中国的科幻他们的心肠水平是世界级的 但他们还是那么宽容的在等待着中国的科幻电影 你觉得他们特别可爱吗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给予奖励 给中国科幻电影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经验 同时这部戏七千人的工作量 它起码在中国培养了七千人的 对于科幻电影的基础知识 中国人越来像未来在看 不像以前总是 以前一拍电影就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几百年间沧桑苦难抓 也希望说这个流浪地球能够给孩子们 心中埋下一些科幻的种子 尤其是中国的孩子 让他们觉得 中国人的项目对于宇宙 探索未知的求索 让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的 往这方面的科学的探索上去 去引导 月球车背面朝里 中国人做了吗 这种科学的进步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敦厚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个科学自信 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信 我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家无所谓是一样的年纪 我也是 那么长时间去拍戏 跟他有点疏远 我去工作之前 我说跟爸爸拜拜 都不理我 就希望 拍完戏能够多配合家庭 那就是能够去弥补回来 我特想让我儿子看到 说我爸爸是个超级英雄 这不怎么看 你要给我 乖 来 怕